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温发表此番言论系蓄意而为 荒谬可耻 带有强烈种族歧视色彩 意在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对中巴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 中方对此表示强烈愤慨和坚决反对 当前 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全球蔓延 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单独应对疫情挑战 当务之急是各国积极开展国际抗疫合作 争取早日在全球范围内结束疫情 维护国际公共卫生安全和人类福祉 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社会明确反对将病毒同特定国家和地区相联系 反对借此搞污名化 我们敦促八方个别人士立即纠正错误 停止对华无端职责 巴西卫生部长路易斯·曼黛塔4月2日透露 在巴西因疫情导致医疗物资紧缺 向多国采购遭四连聚后 第五个国家终于同意接单 而这个国家就是中国 第一个国家说不 第二个说不 这让我们很担心 昨天下午结束时 第五个国家同意了 并将在30天内交付 这是一笔非常大的采购 足够维持60多天 曼黛塔说道 他还补充称 这笔订单涉及两亿件产品 此前有消息表示 中国叫停巴西一万两千台呼吸机的订单 有钱不赚的行为让网友一时不能理解 随后我方就给出其中的缘由 巴西当时国内累计患者数6836人 按照这个比例 完全是不需要这么多的呼吸机 还是把物资留给真正有需求的国家 其实中方这样的回复还是比较委婉了 在网友看来 中方这次出口各国的医疗物资 完全处于人道主义援助 即便是出售 价格上也非常的良心 巴西或许就是想要作为一个中间国 转一次手 高价卖给别的国家赚差价 尤其是巴西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保持不错 后者情况又极为糟糕 暗度陈仓并非不可能实现的事情 对于我国委婉的拒绝 巴西方面并没有做出过多争辩 或许不想因为这件事破坏两国辛苦建立的合作关系 之前泰国就是在向中国索取物资援助之后 被发现在医疗物资上向美国出口的情况 我们并不是不允许泰国和美国之间的合作 而是说不想在这个全球性问题面前 还是有想要大发国难财的事情 这样的做法间接等于落井下石 我们拒绝助长这样的不良风气行程 但对于合理的物资采购需求 中国也从不会盲目拒绝 随着全球疫情的不断扩散 一则荒唐至极的消息也随之传来 6日消息 近期印度国际司法协会和律师协会 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出诉状 要求中国赔偿国际社会和印度因新冠疫情造成的损失 赔偿金额高达20万亿美元 还真敢开口 不过我们确实得做好准备应战 毕竟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印度起诉可不是个例 美国 澳大利亚和英国早就下场了 一 美国想要没收中国的1.1万亿美债 并要求中国赔偿20万亿美元 二 澳大利亚想要中国割地赔款 三 英国想要中国赔偿5310亿英镑 印度此次提出的理由 那是相当无耻和扯淡了 竟然是秘密发展大规模杀伤性生物武器新冠病毒而造成人类灾难 显然这个所谓20万亿美元的诉讼不是纯为了钱 这类诉讼有点像投诉性质 投诉到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为了舆论上的需要 三月底 印度的确诊病例加速增加 随后 印度总理莫迪发表电视讲话宣布 印度全国封锁21天 美国彭博社3月底报答称 印度封城或为时已晚 尽管印度多地在周末陆续采取封城行动 但此举可能不足以减轻新冠病毒的危害 因为数以万计的民众或已通过铁路网将病毒带到各处 并称印度每百万人的样本检测数不足十个 截止昨天的疫情数据 印度确诊总量并不多 但是增速有扩大趋势 但最关键的是检测少 确诊少 不过需警惕的是 因为疫情以及海外舆论的风向 印度不是第一个 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出投诉这招的 应该做好这方面的法律以及外交应对准备 这场疫情的影响 可能比我们一月份的想象更大 当然 在各国抹黑中国的同时 也有国家站出来为中国说话 据阿尔及利亚卫生部四日公布的新冠疫情统计数据 该国累计确诊1251例 此前一天 该国累计死亡病例破百 达到105例 是目前非洲新冠疫情死亡病例最多的国家 中阿两国始终是好兄弟 好朋友 好伙伴 中国捐赠阿方抗疫医疗物资交接仪式 3月27日举行 包括医用外科口罩 N95口罩 医用防护服和呼吸机等 如此友好的抗疫合作 在法国二次新闻台的报道中 却变了味道 该台在相关报道中 邀请了法国政治分析家吉尔斯进行访谈 这名专家在批评突尼斯阿尔及利亚两国 抗疫效率不高之后 突然话锋一转 开始抨击中国援助 他称 这批医疗物资并非中国对阿尔及利亚的援助 而是一家在当地赚了大钱的中企 对当地一家军方医院的私人援助 并强调 这类援助只是中国外交宣传的一部分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长布卡杜姆 3月31日召见法国驻阿大使 就法国二次新闻台 针对阿政府和军队的虚假仇恨和诽谤内容 提出抗疫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表示 已要求阿驻法国大使馆 就该电视台辱阿言论提起诉讼 事实不容抹黑 中国在关键时刻给予的援助 被阿尔及利亚当地主流媒体广泛报道 而且中国的援助一直在持续 可惜的是 接受中国援助的白眼狼无处不在 就在近日 山东省派出15人专家组 携带17.5吨医疗物资赶赴英国 支援当地抗击疫情 同时外交部还安排包机前往伦敦 接回部分在英留学人员 以减轻英国医疗压力 此外 我国企业也向英国捐赠医疗防疫物资 但我国的热心援助却换来英国指责 3月29日 英国保守党前党魁伊恩·邓肯·史密斯 公开发文批评东方大国处理新冠疫情不及时 导致全球卫生专家没有充足时间准备 使得疫情进一步恶化 他还督促英国政府在疫情结束后 重新审视英国和我国的关系 英国疫情严峻时刻 他的这一番反华言论引起外界一片哗然 媒体表示 他的言论非常危险 这表明英国执政党中的极端脱欧派分子 企图借新冠病毒疫情之机 疏远英国与东方大国距离 积极向美国靠拢 此外 英国民众得知中国医疗团队的到访 纷纷在网络留言指责 别来散播病毒 行李箱肯定装着蝙蝠老鼠 有人邀请你们了吗 他们不值得信任等言论引起争议 而针对英国民众的指责 许多中国网民亦纷纷留言 援助换来的是谩骂声一片 太令人气愤 如果英国媒体不道歉 我们坚决不去英国 帮助他们就是与虎谋皮 快撤回来 太让人心寒 别帮了等言论回击 对于欧美国家的甩锅行径 我们很快做出有力回击 称抗击疫情是全人类共同责任 为了表示负责任态度 我国将严格控制医疗物资出口 当地时间5日英国星期日邮报刊登了 中国驻英国使馆发言人针对该报 关于中国抗击疫情文章的博斥函 博斥函中写道 星期日邮报3月29日对中国抗疫举措 进行不实报道和无端指责 无视中国和中国人民为全球抗疫做出的巨大努力 付出的巨大牺牲 抹黑中国为世界人民健康安全做出的巨大贡献 我们对此深感震惊 深表关切 中国驻英国使馆已就有关报道和言论 向英国政府表达不满 要求予以澄清 英政府高级官员表示 相关报道不代表英国政府立场 英方高度评价中国对国际社会抗击疫情 做出的贡献 发展对华关系对英方至关重要 使馆发言人再次敦促英国有关媒体和某些政客 摒弃傲慢与偏见 客观看待中国抗疫努力与成效 为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贡献正能量 而不是相反 在中国逐渐走出以前阴影后 我们很多做法都受到国内民众的不理解 其中最主要的就是 我们对那些伤害过我们的国家的援助问题 其中丹麦就是最典型的一个 在两个月前 丹麦这个小国曾借用中国发生的疫情大肆侮辱我们 而在中国明确表明自己的态度 并要求对方道歉时 丹麦还以不以为然的态度应对 且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甚至还称这是他们的自由表现 据统计 截止到4月6日 丹麦的总确诊病例为3023例 死亡病例187例 按这个比例计算 他们的病死率达到6.5% 比当前一向最严重的美国还值得担忧 而他们国内现在面临的难题有很多 防疫物资的不足是最紧要的 可随后 有一国的外援突然来临 也解决了他们的燃眉之急 这个国家就是他们曾经侮辱一直轻视的中国 我国马云向丹麦伸出救援之手 向他们提供检测试剂和口罩防护服等多项物资 本以为这次中国不计前嫌的慷慨援助能够让丹麦悔 没想到截止到目前我们仍未收到对方的感谢 忘恩负义 公开辱华拒不道歉也就算了 收到中国援助后还称这是中国在赎罪 但中国救出这样一个没良心的大国究竟是出于什么心理呢 其实就是因为中国能够认清事实 我们知道无论和哪个国家有仇恨 但现在病毒才是我们应该一致针对的敌人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